男生偷了两次了 7号晚上他更是直接带着铁锤就走进去 直接敲破娃娃机的玻璃 偷走所有的娃娃 这个男生以为说没有电源看到 他偷得很顺利 只是没有想到去偷三次 还是有摄影机 把他给通通拍了下来 男子头戴安全帽 身穿蓝色雨衣 在娃娃机前站了好久 怎么夹都夹不到 最后他干脆拿出铁锤 把娃娃机里离品贵的玻璃给敲碎 偷走所有商品 过程中男子被破掉的玻璃割伤 双手和地板全都沾满鲜血 可是他还是不肯罢休 连续敲破两台娃娃机 将商品全都装进自己准备的袋子里 偷的东西从调试 记忆卡到手机通通有 原本以为没有看管 但没想到全被监视器露了下来 离开前还不忘了拉了一下裤子 求他摆出 另外我们比较意外是在他的家里面 在起出账务的时候 也查获了一把改造的白蓝铃手枪 还有九颗子弹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送到我们警察局 监视中心在监视当中 65年次的洪信嫌犯 有公共危险罪等前科 被抓之后还谎称自己在梦游 完全忘记自己已经偷了东西 离谱的行为连警方都说 实在太夸张 中天新闻林事后 吴一轩新北市报道 开车上落碰到像这样子两个情况 真的会把人给吓坏了 我们先带您看到这起行车纠纷 如果这个冲突过程当中 他还亮出工具来真的让人更紧张了 台中正是有两名开车的驾驶在街上 因为变换车道起了口角冲突 前面的车 这个人突然紧握着一个黑色的棒状物 他下车怒飙火骂了 冲突过前当中 让这个后面的驾驶就误以为说 哇 对方掏出手枪来 今晚事后 他证实这个道具只是一个伸缩棍而已 不过还是让这个后面的驾驶吓坏了 争先恐后 台中市区接到两台车行车纠纷 后方叫车按喇叭 试图阻止前方双臂名车 从路间进入车道 喇叭声持续超过三秒 前车驾驶开车门凶狠的回头一蹬 一场口角争执在街头上演 前车驾驶下车往后方移动 这时候连国骂都飙出口 看清楚了前方双臂名车驾驶 在下车之际 右手还握着一根黑色的棒状物 体坐式吓唬他人 不过此举却把后方的轿车驾驶给吓坏了 我要转出去 他可能是闯红灯 他跟我按喇叭 跟我按喇叭 他也是很不客气 男子手中棒状物一度被怀疑是掏出枪 只恐吓他人可能性遭警方排除 怀疑他手中可能紧握伸缩 民车驾驶骂脏话亮出的工具呈一时的勇猛做事想站上风过程全程拍摄成为证据 除了设计两个行则可能还得再加上公共危险罪 专门行为连编张巨董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要提醒您下车前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车 不然像这样子车子倒退路 哇真的是糗大了 这名网友他开到台北市一通街的时候 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台货车司机下车了 不过没有拉向手刹车就来办事情 使得这个货车就开始往后来滑动 这个司机虽然马上就回到现场 他试图要把车停下来 不过货车疑似擦撞到放在旁边的百万名车 让这个货车司机真的是脸上三条线 前方货车斜停在马路中央等红灯 司机忽然跑下车去办事 但下一秒 这时只见车子慢慢的开始往后滑 接着速度越来越快 后方驾驶逢按喇叭示警 司机才警觉大事大雕 立刻跳到车上拉住手刹车 再看一次车子突然无预警的逗退路 一旁的骑士也吓傻 等到司机发现后一脸惊狂失措 急忙阻止 但好像来不及了 痛一声真的是惨了 车子这样一退 疑似是撞上了 停在一旁价值百万的名车 这起意外发生在6月8号 地点就在长安东路二段 跟一同接口 事情发生后 司机随机上车驶离现场 并没有下车查看 暂至离去的动作也被网友嘲讽为老跑哥 批评他不负责任 没担当 有人跟调侃说 跑了就算了 还被拍到 真的是有够随 虽然行车记录器并未清楚拍下 或者是否有和轿车擦撞 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位老跑哥 下次要记得拉手刹车 免得又被拍下尴尬身影 中央新闻今晚如台北报导 刚买了新房子 如果递下